香港的政棍 八大政棍之一 為什麼要紅樓合污啊 真的啊 何議員很失望 一陣很支持你 你我做一句 我真的變得 可能你是被法校會騎劫了你 但是 以你個人的尊嚴 我希望你是支持大家713大發會集 我們都會支持何議員你的所有的 然後要工作 最重要是大家合作 但是你講完那範圍之後很失望 非常失望 香港人網第二位記者聲視醫生又出動了 你不是嘛 你不應該說這些話 羅西蘭醫院 羅西蘭醫院 你好 我之前找過一下你的 我們都和你一起想跟進一個過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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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那個 後來我們發覺 現在這樣做都不會做到更多 即你已經是甚麼 即記招都開了 事情都報過 但我也很鼓勵大家去投訴 因為開了這個過程 就可以繼續跟隨大理事 我們尊重大家的每個的意義 不要緊 不過今天有個更重要的問題 這段時間很流行 那些議員說錯話之後 就會說對不起 收回言論 那我又會想問一下何依依 親切點這樣叫 那會不會收回 不鼓勵朋友713去圍攻立法會 即在華立法會門前集結這個言論呢 其實我們沒有甚麼鼓勵 但是亦都沒有鼓勵 因為20個泛民議員 我們是會落18區 繼續去派單張 希望深化那個討論 那我們除了一個很簡單的 沒有百問題 你沒有百問題啊 不要緊 不要緊 我和你對答 好啊 其實我們就會落去18區 去協助市民 有甚麼作用啊 18區 你騙了他 但是你又覺得 譬如民建聯都會落18區 那你又落18區 那你又掛咨詢 但是其實現在這個 是非曲直都很清楚的 其實最重要就是 已經事內延續7.1的精神 即是市民走出來之後 也都令到他肯退一步 那我們應該食住個勢去再下一城 那是不是更加有機會 要他攀倒獲罰收回這個惡法呢 其實上個星期三呢 我就盡了議會裏面的空間 我拿了一份政府進行咨詢的內部守則出來 就是去碰破了政府進行解釋 因為他們連自己的守則都違反了 那這些工作呢 是議會裏面的空間 是可以做到的 那議會外面人民又可以怎樣去展示他的力量呢 因為其實何秀蘭議員呢 其中一樣很為人春春落 喂不要吵著 為人春春落到的一點呢 就是其實他會和人民都會被那個姿態走得近些 譬如好像在五區公投 或者各樣反惡法方面 那這次為何你會反過來 又會鼓勵人去結集呢 因為其實 其實會和你以前的做法配道而行 還有 譬如再看上年的五區公投 那你都一直支持五區公投 雖然你不是說自己走出來去辭職補選 但是當時 我們看回民主黨的說法 正正就是 他們不鼓勵也不支持人 又不代表他們反對 那當時我們一聽 心裏就有鼓怒火了 聽到上了腦 那這次同一番的論調說 在一向我們朋友的何依依口中說出來 就難怪我們個個個都一聽就上了頭 其實參加報告事務呢 切戒就先上頭 這個第一個 大家都要冷靜處理很多事 但是情緒就是人之常情 譬如你搞政治和市民接觸 照顧市民的情緒都很重要的 我一路參政 我希望推動一個理性的反論 其實理性是 現在腳腳理性 你又不是很理性 那你都不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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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來我做了這麼多 我帶人去 我真不好意思 大家不打退堂果